大家好我是PonPon 本部影片來更新一下先鋒服 先鋒服這邊我們新增了 就是我們的那個精選日禮包 還有精選週禮包跟精選月禮包 那日禮包的話就是新增了 就是我們的這個二字小石的粉塵 跟經驗 然後可以用10塊錢美金來做購買 然後週禮包的話這邊比較特別了 就是每週你都可以這樣子自己選 就像我們之前那個自訂禮包那樣子 那我們的話第一個選項的話有總抽 還有我們的普抽占星然後那個種族卡 然後還有我們的這個紫碎片 那這個禮包的話他是20美金 就是我們剛剛有講這個普抽總抽占星然後還有 紫卡跟紫碎他是20美金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精選週禮包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這邊第一個的話是黑鐵 黑鐵幣 紫色的裝備強化幣 第二個的話是那個重駐卷軸 然後還有我們的T210跟T110以及我們自選我們的那個屬性裝備 這邊然後再來第二個的話這個就是 本城經驗跟 硬幣 金幣 這邊的話簡單來講就是說假設如果我現在缺 比方說好了 看一下 假設我現在我缺半神的武器好了 看一下 假設我缺半神的名裝 我當然就可以這樣改 然後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只要35的那個美金 那如果你換算台幣的話 你換算台幣的話差不多1050吧然後如果再加Apple的那個 應該差不多1100左右 我覺得第一次看到這個 鑽石的數字好特別 然後再來我們的那個週禮包結束了 好再來是月禮包 月禮包的話一開始我們可以先選自選我們四族的英雄 這是第一個選項 然後再來補就是說總抽啊占星 然後還有我們其他這些肥料卡 以及夢境星辰的碎片 假設我可以這樣搭 那這樣的話是50美金 這邊的話是自選四族 那下面的話這個會稍微貴一點點 這個的話是100美金 這個的話就是直接自選半神惡魔的 然後我們可以就加上我們要 總抽啊 還是占星還是更多的肥料卡 跟夢境星辰 但是其實我覺得 正常來說的話應該是大家都會搭占星啦 好 然後再來的話第3個選項的話是我們的20小時的 紫色粉塵 經驗粉塵跟金幣 以上的話這就是我們這一次的小更新 好那最後因為其實該講的好像都講過了吧 那我們就來開一下我們的旅店吧 好一樣來領禮物齁 好我這一次會特別小心他嗎 好我們看一下我們的禮物 一天一樣可以領三次 然後我們這邊有藍色 紫色跟 這下面要勾 很高級的顏色 我們來看一下 選禮包特別的小心 喔就是因為你的鳳凰 等一下你的鳳凰到底有加多少東西啊 你的鳳凰已經有兩個傳說了所以他會有紅色的 禮物嗎好來等一下 不是吧等一下 你不是紅色的禮物嗎 為什麼你只要100粉啊 很好 這個 我在懷疑人生了好嗎 我不知道你們聽不聽得到那個電梯的聲音很符合我現在的心境 然後再來我們到紫色的 一樣喔尋找你看喔這邊有沒有藍色的寶箱 我們來紫色的寶箱 600K 這個就還不錯啊奇怪了 那個粉塵怎麼一回事 我們再點紫色的 60鑽這個也不錯好一天的話就是可以領三次然後我們一樣可以去好友的那個 家裡面逛 來看一下 看一下我們的NP勒 NPCU好房子還是一樣 等一下他羅萬的東西也太多了 羅萬已經有一個傳說家具啦天啊 好那這就是我們 目前的話應該補充上一次好友那個吧 等於說好友那個假設如果你是有那個什麼 假設如果你是有 比較好的家具的話他應該是依照家具來算 等於是說 如果有兩個 傳說的話他會升上去嗎 這個還要再確定一次 那我們剩下的話就把它 抽一抽吧 心願清單一樣齁這個因為 棺材已經有紅了嘛 女藥女藥也有 好狗狗 什麼 什麼 我拉到我兩個 光法了 化了黑喔 等一下 所以他就是沒有重複了嗎 這也太靠 這也太靠賽了吧 再一次 運氣就沒那麼好了 但我覺得剛剛那個感覺好像有保底的感覺 有了 有了 自訂傳說指定英雄標籤的家具 有了有了 等一下 我們這邊的話先隨便選一個吧 我忘記這幾抽了 我已經忘記我這幾抽了 所以在20抽就有了耶天啊好想拉喔 可是我們的素材都已經不夠了耶 鑽石這樣拉好像也不太夠 這樣子的話只能拉1000 有啊這樣不行啦 至少還要撐到6000嘛對不對 好吧 就是要抽到那個保底的那個好像還有點難度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超好笑的 我剛剛那麼嗨抽光法抽那麼開心 我光法差一隻上百 跟棺材一樣啊都差一隻上百啊 喔天啊在搞笑喔 哎唷天啊 還有那個傳說家具放在那邊好看的是不是啊 我只好先拿去給 給我們的女僕好不好 這個 這個的話就先拿去給女僕 所以女僕現在變超級高級 然後我們的那個 棺材的那個好像也沒辦法 那就只能先放到這邊了 本次就是小小的更新啊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PonPon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